你们俩没跟我开玩笑吧 你们俩有儿子 对啊 我们都结婚七年了 是正常人 怎么会没有儿子呢 他留这儿呢 主要就是为了见儿子 我呢 觉得儿子每天可以看到爸爸 所以就收留他吧 对 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呢 刚好 去姥姥家 对 那今天真是不巧 孩子姥姥家离得远吗 不远 同一座城市 巴掌大的地方 那儿不远了 那太好了 我能见见他吗 这个就没必要了吧 那怎么没有必要啊 这个太有必要了 你知道吗 这男孩子都是爸爸的影子 我只有见到他 他对你才有进一步的了解 有了进一步了解 这对我们两个未来的关系 有决定性的作用 决定性 那你的意思是说 见不着孩子 我们俩的关系 可能就要自然死亡了 是吗 话也不能这么说 不过每个孩子 都是父母的骄傲啊 如果一个男人 都不敢把自己的骄傲 带出来见人 那你说 这个男人 还值得人相信吗 就是啊 那个 就想见儿子吗 很容易 等哪天 我把他接回来的时候 跟你见个面 不用哪天了 就明天吧 我想明天见他 明天 怎么了 恐怕来不及吧 恐怕来不及吧 怎么来不及啊 这要是自己的孩子 哪天见不一样 这要是别人的孩子 借来的 那这时间 还真有点来不及 看样子 还真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呢 行吧 既然你这么想见的话 我明天就把他接回来 明天跟你见一面 还是孙总爽快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 音乐 开始 起步 走 准备 走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 二 三 七 走 抬起 抬起 走 你有多少事发生在身上啊 一堆倒兇 今次 八 七 七 七 六 八 今天有莫名其妙地 多出个儿子来 没了 真没了 一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你都亲眼看到了 那能用家呢 我先走了 晚安 晚安 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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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别吼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干吗跟苏依晨说我们俩有儿子 我们俩哪儿来的儿子 我要是不替你解围 你看看你刚刚那个狼狈样 他问的问题你回答得了吗 替我解围 有你这么解围的吗 你吹牛连个草稿都不大你知道吗 顾朝阳我好心帮你 你不说我一句好 还屁头盖脸地说我一段 白衣了 你这是帮我吗 你这是帮我往火坑里推 你说 现在怎么办 我们上哪儿找儿子去 上哪儿找个儿子去啊 借了 借 借 你以为是借本书啊 谁肯借给我们 这是个大活人 就一晚上的时间 上哪儿借个大活人去 你告诉我 顾朝阳你要是再敢跟我好 孩子的事自己想办法做 走 对不起 孙总监 我刚才太着急了 有点乱了方寸 声音大了一点 对不起 孙总监 别闹了 别闹了 真的别闹了 行吗 你说谁闹 是你闹好不好 是你闹好不好 苏怡晨面前 你就第一三下四 我面前你就一直 你现在当我是谁 你前妻啊 别再逼我了 我真的是无路可退了 谁管你有没有路可退 孩子的事自己想办法 来 来 来 孙总监 孙总监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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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听我说啊 你 等着 等着啊 你干吗 你听我说 你要是觉得还不够解气的话 你就用这个笔啊 在我这个该死的潜伏脸上 再画起个大伤 就像那张照片一样 行不行 不好意思画是吧 我来画 你看啊 我插你一个毁人不倦的脸 我灭你一个死不着人的嘴 我戳戳戳戳你一个钻进前脸的眼 削你一个不听话的耳朵 我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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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不论啊 我这词还还还真是都用光了 是不是有有办法了 想到办法去见我们的儿子了 谁跟你有儿子 对对对 对 那个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你也不会跟我有儿子 对吧 明白就好 你你你你去哪儿啊 我累了 我回家 回家干什么 不就在这儿 那 那那那孩子的事呢 明天再说 让开 拜托了 孙总监 前妻 儿子 搞得跟真事一样 偶尼 你在吗 在哪儿 我快累死了 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混娱乐圈的姿势 不要累死了 没有啊 我觉得你挺适合做这行的 快说说 什么情况 苏一辰有没有相信你们 小星星呢 在洗手间学习刷牙 给你商量个事吧 什么事 能不能把小星星借我用一天 你说什么 借我用一天 让她配合我演一场戏 你开什么玩笑 你们演戏 把小星星扯进去干什么呀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苏一辰是步步 毕竟我们是节节败退 我就跟她说我和顾长安有个儿子 儿子 孙晓鸥 你这些张口就来 那怎么办啊 事情逼到那份上了是吧 而且那个苏一辰 我没想到她非要见孩子 还说什么孩子都不敢带出来 这样的父亲能让人信吗 指定了明天就要见 那你怎么说 我答应了 你答应了 你知不知道 用一个谎言解决另外一个谎言 这个谎言只会越来越大 我看你最后怎么收场 我不是想着我们还有小星星吗 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别扯上小星星 事情到这份上了 你都让她见一面嘛 好不好 不行 你 你是我亲姐姐 亲妈都不行 林静怡 你好小气 不要忘了 我是在替你演前妻 我是帮你的 我告诉你 如果让我演 我绝对不会想 这么弱智的招 林静怡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你还说我的良心被狗吃 你说我没良心 真的是没良心 我演谁呢 小星星快来来来 有钱有钱 有片酬的 可以给你钱的 怎么样 多吗 你这个小朋友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要存钱以后 让妈妈带我去迪士尼 这样啊 那你就得到机会了 我跟你说啊 你戏里面这个爸爸 他特别有钱 他一定会给你很多钱的 真的 对 小星星 你欧妈妈远一点 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才没有胡说八道呢 好不好 欧妈妈 你是说 我在戏里 我有一个爸爸 对啊 而且你要演得好 这个爸爸什么要求 都会满足你的 那他会要去迪士尼吗 孙妈妈 你就让我去迪士尼吗 请妈妈求你了 你让我迪士尼吗 你看人家孩子 自己都想去了 你就答应了 我真是难了 你们俩没办法 那你就是答应了 我答应有什么用啊 问问问他亲吗 那你快打电话啊 我真是服了你们 小星星 我跟你说啊 你只要叫我妈妈 叫那个男的呢 叫爸爸 看到了一个苏阿姨 你就跟他说 你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而且不可以单独 跟他待太长时间 知道吗 知道 那我现在是你的什么 妈妈 你太聪明了 就是这样的 小少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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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吃饭都是这个地方 怎么老在这儿啊 这是你家开的呀 来 多长点啊 怎么样了 按你的要求 都是卖名牌包包 二手的 不 我告诉你啊 虽然这几个包都是二手的 那价格也是天马行空啊 你受得了吗你 那新的不就更买不起了吗 只能买点像样的二手货 到时候我就说从国外带回来的 路途遥远磨得一点旧呗 要我说你理他干啥呢 为什么对他非要有求必应呢 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吗 我也不把他思误好了 就穿帮了 我可以没了这份工作 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质疑我 楚天叔表演的专业性 细笔天的 我呸 细笔天的 你说你这叫工作吗 你这叫工作吗 谈情说爱你络不着啊 成天给那个败金女买单 买包 你那点基金够是这塞牙缝的吗 我还正为这事头疼呢 那上回 非要看隐藏会 看就看呗 还有贵宾的票 要不是当时林 林总及时出马帮了吧 早就完蛋了 那你这回一样可以找那个林总 帮你的忙啊 不能每回都找那林总吧 哪一次都是她自己掏腰包 给我垫的钱 你说哪个公司 她愿意像吴迪洞一样的 给嘉宾买这个买那个 而且还是上万块钱的包 再说了 我现在是给一个女人借钱 买了包 然后我送给另外一个女人 这太不合适了 你有什么不合适的 为了工作嘛 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不太好 奇了怪的 我每次看见林总吧 我都浑身不自在 比看见顾总还别扭 你 是不是 看上人家了 春心荡药 小心机被我看破了 对不对小暖男 不可能 人家在天上 我在地上 什么看上看不上 对啊 你哭都对于我说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天人乐 滚 能不能有点正性啊 不过林总这个人 确实挺不错的 人长得漂亮 心地也善良 比那个什么孙总和气多了 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时候 特别好看 是啊 笑起来的时候 倾国倾城 可有什么用呢 哥哥 既然只可远观不可谢完间 我们就放手吧 想想怎么挣钱 我这个月已经请你三回了 对吗 兄弟 哎 就说是这个 我觉得你特别够意思 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好的 你看就今天这些菜 还得激情 但是你放心啊 你等我好了 我一定加倍地偿还 哥 说这些玩意干啥 你放手吧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了 都敢兄弟 你真不能走 我为什么不能走 我确实被带见了 妈妈 真棒 等一下你会见到一个男的 你要叫他什么呢 爸爸 太棒了 你也让他知道 妈妈 你不会不如孩子 你的孩子 妈妈 你不会想到他 入隔三秋 应该就快来了 别着急 爸爸 你想过来吗 你就是小星星吧 什么叫你是小星星吧 小星星 你看 你再不回来 爸爸都快不认识你了 可我又是爸爸呀 苏小姐啊 这就是我儿子 也是我儿子 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也是你儿子 不会说话就别说 行 我不说了 不说了 小星星 来 到阿姨再来 阿姨问你 今年几岁了 今年六岁 你这么聪明啊 走 阿姨带你拿水果去 妈妈 我可以去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小星星真有礼貌 看看咱们俩水果身影 来得多 好 这谁家孩子 朋友的 你看我干吗 这朋友的孩子说起就起啊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赶快收起你的好奇心吧 你要是再啰嗦 我就带他走了 别别别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 你随便一听就完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现在你是他的父亲 你跟他得亲一点 不然苏依晨不会信的 我对他不够亲吗 你看看你刚刚 他亲你 你就抹了一把脸 他抱你你就把他推开 我说我儿子 你就说你儿子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看就是没当过爹的人 那本来就没当过爹嘛 再说了 我连跟孩子怎么交流 怎么相处我都不知道 你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我猪走路吗 现在怎么样 有当地的样吗 你都不如孩子聪明 孩子一叫就亏 你看你 最多得一个浮夸表演奖 小星星 阿姨呢 想问你一个问题 平时爸爸妈妈 经常带你出来吃饭吗 有时候吧 那是爸爸带你出来吃饭多 还是妈妈呢 妈妈 那也就是说 你的爸爸没有钱 那你爸爸很有钱喽 小星星 你爸爸到底有钱 还是没有钱呀 阿姨 我装卖了 我先回座位了 吃饭了 你嫌人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欧妈妈说 我跟那个阿姨 不要单独待太久了 行啦 教职有风了 那当然 快 快 快去 慢点啊 快点回家 我妈妈问你啊 她有没有问你什么问题 有 为什么了 问问我爸爸有没有钱 那你怎么说的 我没告诉他呀 太聪明了你 我爸爸 你到底有没有钱呢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我妈妈说你很有钱 那你会给我骗酬吗 骗酬 演戏不是都有骗酬吗 你还懂得挺多呀你 我一定给你骗酬 你要多少 一场戏五十 没问题 你还真给啊 说话算话 讲乏分明呢 那你会带我去迪士尼吗 迪士尼呀 这可能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工作很忙没时间啊 我妈妈说 只要我小心得好 你什么都要慢着 其他的都可以 恐怕这条真不行 可我就想去迪士尼 你要是真想去啊 等演完戏之后 让真爸爸带你去 你说什么呢 那行 那但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以后是什么时候 以后就是 到后面如果是可以去的话 到时候再通知你 我 我要你先去答应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你还什么都没干呢 就跟我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 你跟他叫什么阵啊 乖 星星 我们先吃东西 乖 坐回去 对不起 对不起 久等了 小星星 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冰激凌 可乐 星星 你不是很喜欢吃冰激凌吗 那赶紧吃吧 那 那你不想吃冰激凌呢 咱们就喝点可乐 好不好 这 这 这孩子怎么这样 你不是我妈啦 你不是我妈呀 小星星 你 你说什么呢 星星 不可以这样跟爸爸说话 不能这么跟爸爸说 怎么了 生谁的气啊 刚刚跟着爸爸生气了 说气话呢 对 你总是这样 说了好几遍 带我出去玩 你一句也没说到 你不是我爸爸 爸爸都是有工作忙嘛 没时间嘛 让妈妈陪你玩好不好 可是妈妈也没时间 这样吧 小星星 以后呢 爸爸妈妈工作忙 没时间陪你的时候 阿姨陪你玩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啦 阿姨从来不撒谎 这怎么行呢 阿姨有阿姨的工作 对对对 爸爸妈妈答应你 以后有时间 一定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我就喜欢阿姨陪我玩 阿姨也喜欢跟你玩 没关系的 我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多陪陪她 小星星 阿姨呢 给你留一个电话 这样 爸爸妈妈没有时间 陪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电话找阿姨 你就可以打电话 我把你拿手 最后这么说的 你提早起来 妈妈妈 我现在就知道 你这还是说的 这批车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老板好眼力 这个包 Ella 今年最新款 这包多少钱 价格要是合适的话 我就拿下吧 爽快 一口价 七千 七千 你这要打结啊 老板 这个包专外店里 四万八 那你这不是二手的吗 二手的这也发成心哪 看您这打扮 一定是懂行的 您打听打听 这个包七千 不算贵了 老板 老板 不然您开个成心架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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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块 门在您身后 请 想便宜买A货去啊 可是我这儿装什么孙子啊 这人模狗样呢 老板 A货也行啊 你有吗 你要买A货呀 早说啊 等着啊 小星星 小星星 千万别忘了咱们俩的约定 等阿姨有时间就带你出去玩 嗯 帮我一个 好乖 跟阿姨再见吧 阿姨要回家 再见 拜拜 拜拜 那 我就先告辞了 拜拜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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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bloom 我先是看出来了 她跟小星星套近步 无非是想套出真相 你才看出来 我早就知道了 那怎么办呀 关于她下次还想见小星星 我到哪儿去给她找人呢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和孩子 都搬到我家住一阵子 咱们一家三口这个戏啊 还得演下去 就你家 那算什么 不去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这麻烦是你惹出来的 你怎么能不负责呢 我惹麻烦 我惹什么麻烦啊 是你告诉苏依晨 这是我儿子的吧 是你把这个儿子 给招来的吧 是你把苏依晨招来的吧 是你非要考虑苏依晨的吧 好好好 我们先不说这个 人家现在已经盯上他了 你说让我怎么办 那我们两个 也不能一直住在你家里吧 这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你就放心吧 肯定不会让你住一辈子的 用不着几天就行了 你说你这个人 你对女人的好奇心 怎么这么大 我们一群人陪着你玩 我答应帮人帮到底也就算了 那小欣欣呢 她这个孩子 要一直跟着我们呀 你能把孩子借住吗 说明你跟孩子 父母关系啊 肯定不一般 你就跟孩子父母再说一下 就当孩子去夏令营了 在我们家好吃好住 上下学有人接送 保证不亏待他 行不行 你知道什么呀 这 算了 犯不上跟你说 我试试看吧 妈妈妈 我不去她家 不 你看 她自己不愿意去的 为什么不愿意去我家呀 我就是不愿意 那后面还有好多戏要演呐 你不照那些片酬吧 我不想你的天 那你戏还什么呀 你知道的 我知道了 你想去香港迪斯尼 对不对 这样 我们商量一下 你如果能到顾爸爸家 去住几天 并且帮助我顺利地 把后面的戏演完的话 我一定带你去香港迪斯尼 怎么样 她顾爸爸 你哄谁呀 你是她欧妈妈 我当然就是她顾爸爸了 你说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以后你就知道 顾爸爸是有多么的手信用 好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就是小胖猪 好 小胖猪 我吃饭了 我给你 好 吃饱了 好了 小星星 我们走吧 球 小星 这个掉不掉了 好 吃饱了 好 吃饱了 随便玩 怎么样 小星星 喜欢这儿吗 好玩吗 好玩 这个给你 这么放心我 把钥匙都交给我了 你人都已经交给我了 我对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走吧 晋晋 自己站在玩啊 什么事说吧 在我正式入住你家之前呢 必须要给你约法三章 说 第一 我是你请来的 所以在这里 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 你不可以干涉 这个没问题 第二条呢 第二条 主卧归我 客房归你 相对应的 主位归我 客位归你 未经允许不可以进入 对方的领地 这是我家呀 你让我睡客房 还不让我随意走动 有这么干的吗 如果这个都不同意的话 那就没什么可说 好好好 我同意 行了吧 说第三条 第三条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小欣欣现在是你的儿子 你要尽到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从明天开始 送他上学 放学 他的生活起居 什么洗澡 睡觉 吃饭 都由你来负责 那可不行 我能跟他和平相处 就不错了 我还要负责他 吃饭 睡觉 洗澡 这我干不了 你干不了难道我干 你不要忘了 他是我找过来 给你业儿子的 现在苏依晨的 重点检查对象就是他 你要去哄不好他 他可能会捅出娄子的 那你还是孩子妈妈呢 你凭什么什么都不干 给你机会了 让你跟他增加感情 你忘了 今天在饭店的时候 好好好 我都同意 行了吧 我会有第四条吧 实际问题 实际解决吧 我现在要出去一下 你照顾好孩子 去哪儿啊 我把孩子带过来 都还没跟人家的家长 说一声 不知道同不同意 再说了 孩子总要有换洗的衣服吧 跟孩子好好联络感情啊 好心 哈 妈妈 真乖 欧妈妈 要回家去 给你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我要跟你一起去 嗯 不可以 你要留在这里 眼姑爸爸的儿子 所以你要跟他沟通感情 欧妈妈很快回来 好不好 嗯 真乖 那我先走嘍 拜拜 乖 拜拜 拜拜 站住 孙晓鸥 你脑子没病吧 我最近脑子好像是不太好 你帮人总有个底线吧 你一个女孩家搬了人家里 非听非故又没谈恋爱 你觉得合适吗 现在剧情不是发展到这儿了吗 我也没想到会出这么多事 你不懂得拒绝 你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啊 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对吧 我比较仗义 顾朝阳可怜兮兮地求我 那我就帮他一下了 我真是不太懂你 之前对顾朝阳恨之入骨 现在又对他两肋插刀 你倒想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就是帮帮他呗 你站住 我想跟你配话 你看你这是什么样子啊 马上给我搬回来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都答应人家了 不能出尔反尔吧 要不然你去跟他说 你这个人不是耍无赖吗 我去跟他说 我们俩的关系不就暴露了吗 所以啊 我都上了贼船了 我不能再把你推上贼船吧 来 给我 你这话说得我不懂啊 我又没让你坐到别人家里 你这孤男寡女在一起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 他那个孤男和我这个寡女 是怎样都不会出事的 再说不是还有小星星吗 你还好意思提小星星 你们大人演戏 非把人孩子拖进来 我怎么跟温玲交代啊 不用跟他交代 不是他正好出差了吗 小星星在这儿也是待 在那儿也是待 况且他很享受 他心里的角色的 享受角色 我看是你比较享受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小星星没有爸爸 他在这个角色里 能感受到父亲的不安爱 不就满足一下孩子嘛 对不对 行了 孙晓鸥 你给我回来 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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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爸爸 你躲在这儿啊 你欧巴巴是不是出去了 欧巴说他不在 孤爸爸还陪我玩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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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孤爸爸什么也不会啊 可以玩什么呀 孤爸爸 你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你不害怕吗 不害怕啊 那你住有多好天吗 没有 那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顾爸爸也不会玩捉迷藏啊 那你会玩什么 好像顾爸爸 还真是什么都不会玩啊 那个 欣欣 要不你 你自己玩玩具体吧好不好 顾爸爸 那你想干吗 顾爸爸得工作一会儿好吗 你自己来着玩玩具体吧 好吗 顾爸爸 你跟我去玩 顾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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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玩 顾爸爸 你跟我去玩 这好玩吧 不会不会 这好呀 顾爸爸 顾爸爸 你看 你在顾爸爸 顾爸爸 顾爸爸 好 自己玩吧啊 顾爸爸 顾爸爸 我要工作 你自己先玩一会儿好吗 顾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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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顾爸爸 进去工作一会儿 顾爸爸 进去工作一会儿 自己在外面好好玩 啊 维持着 少师军 阿谭云的 这都干什么这个东西 哎搭完机 你给我放下 搭完 你给我放下 搭完 你干吗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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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干了什么你 小欣欣 你真把这儿当你家了 这即便是你家 你也不能弄成这样啊 你妈没教过你啊 有你这么干的吗 你说 你错没错 说呀 你错没错 行啊 小子 还挺倔是不是 连错都不肯认 说 你错没错 我今天不教训教育 我就不幸福 停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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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星 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承认错误 什么时候把你放出来 你要是敢偷摸溜出来 看我坐不坐你 都要点赶快 坏 这 怎么啦 至少打个结了 我把你拿ifter了 老公